要带宝宝出门玩需要事先做足准备 不过接下来这样的做法引发争议 有一名新手爸爸就上网分享了 日前他到墾丁五日游 认为亲子饭店的住宿太贵了 就改住平价饭店 再利用婴儿床免费体验的专案 直接送到饭店组装使用 到了退房前再申请退款 最后用这样的手法他省下了一万两千元 认为是省钱妙招 但这文章一出反而被网友炮轰 太美道德 不少家长会带小孩入住亲子饭店 因为有许多游乐设施可以玩 就有一名新手爸爸规划要到屏东墾丁 晚五天四夜 发现便宜的亲子饭店 一晚也要六千元几条 因此改定平价的饭店 还上网分享如何省钱的妙招 这位爸爸说他自行准备婴儿床 在网路上看到业者推出 试睡三十天不满意可推的广告 就下定一张婴儿床送到饭店 请柜台代收之后自己主张 退房前再把用了五天四夜的婴儿床 退回去申请退款 还说这样一晚可以省下两千元以上 总够省了一万二 要大家试试看 一方网友怒批 真的是休下线还自豪 这种行为根本是太小便宜 我觉得不太好 还蛮夸张的 民众一面倒 抛空这位新手爸爸太没有斗得 而且大部分的旅宿业者 都会免费提供婴儿床消毒锅等等 只要电房时告知需要用的东西 基本上旅宿业者都会被托 民众如此费工真的没必要 接着苏世伟在屏东的采访报道